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介绍另一位主讲人 非常著名的主讲人 也是大家熟悉的主讲人 和进入讲题之前 先呼吁大家记得分享点赞 还有转发这一次的直播 呼朋唤友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 还有大家也别忘了点赞 我们的iLifePost 爱生活专业 当然还有我们新生活报的姐妹报 南洋三报也同步直播这一次的直播 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南洋三报的专业 当然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人家iLifePost专业 iLifePost专业是新生活报的专属脸书专业 创立于2016年 以跟上时代的脚步 除了能够更全面的接触更多的读者 也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第一手的 时事更新互动以及报道 而新生活报当然它的年纪比我还少 是创立于1972年的三日刊 现在已转型为周刊 内容加倍 除了过往包罗万象 无所不包 无所不有的内容之外 如今在今年初开始也大改版 加入了时事跟政治评论的环节 而我本身也是新生活报的专栏作者 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我们的新生活报 在我们iLifePost的网站专页里面 就有订购新生活报的连接 可以支持一下 支持我们的新生活报 在马来西亚办纸媒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如果有余力的独友 当然呼吁大家支持 买一份实体的新生活报 如果没有余力的朋友 我知道MCO很多独友 很多读者都生活得很辛苦 也帮帮忙点赞我们的专业 新生活报的专业 iLifePost跟南洋商报的专业 还有分享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好 说完了我们的开场白之后 现在就要介绍我们的重量级嘉宾 今天除了我洪伟祥律师之外 还有另一位每次我们的谈时事讲人话直播 都会有两位嘉宾来跟大家点评最热时事 今天的另一位主讲人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也是我们庶民评论 草根评论 谁说只有报章上 只有电视上那些时事评论员 才可以评论政治 没有草根庶民同样也可以评论政治 也可以分析政治 也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庶民评论政治的先锋 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爱戴 著名可以说是网红 政论界的网红 我们孙志诚 陈诚大哥 现在有请陈诚大哥出来 诚哥你好 好久不见 我们又见面了 新生活报的专业们 大家晚上好 好久没有跟陈哥连绝一起了 应该有整个月 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对对对 今天我跟陈哥会跟大家点评 三个最热的时事课题 这个时事课题是华哥 华哥原来是肌肉男 他的肌肉是专业 专业型的那种 一点也不是开玩笑的 他选了三个最热讲题 第一个是政治人物感染群 第二个是议员上书援手 撤销紧急状态 第三个是加入西蒙 西蒙加入了独立委员会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个讲题 政治人物感染群 华哥有影片吗 如果有影片 你现在放影片 放了影片之后 我们就先交给陈哥 来为我们点评第一个讲题 就是政治人物感染群 华哥有请 有吗 没有 应该是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就直接交给陈哥 好 最近这几天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 其实我是非常 我是非常生气 我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政治人物原本就应该 树立一个好榜样 给我们这些老百姓 去follow这些SOP 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 一而再 再而三 有多少位 有多少位政治人物 已经被确诊了 我相信有 登顾拉萨利 副通信部长 扎西蒂 然后 国家团结部的部长 内政部长 然后最新的前旅游部长 纳资里也是中 然后他 跟他一起出席新闻 记者招待会的打组定也中了 所以 政府在制定MCO 在制定SOP的时候 给了很多 所谓的SOP 给我们这些老百姓 驾车 只可以里面有两个人 然后跟人生距离 要有一个Peter 给餐饮业者 不可以打包 不可以堂食 只可以打包 种种的SOP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SOP 针对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才是属于高风险区呢 跟其他的行业去比 政治人物的工作 他们的行程 他们所见的对象 他们要见选民 他们要见他的支持者 他们甚至要去跟 办公室的那些工作人员 他的officer工作人员 甚至是要各个阶层 然后他们又需要跨州 跨线 他们才是属于高风险群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SOP 去耶稣他们 他们反而才是真正的 OK 疫情的罪魁祸首 我相信我们第二次 第二次疫情爆发 第三次疫情爆发 大家都不会 绝对都不会 都会认为都是 那个SAPA的周旋 而导致 为什么会有SAPA的周旋 就是政治人物 出来的东西 搞出来的东西 所以政治人物 才是真正的 搞到这个疫情 居高不下 真正的罪魁祸首 他们才是真正的 那个高风险群 为什么没有一个SOP 是针对他们 还是政府不敢去针对他们 OK 第二 证明这些政治人物 没有遵守SOP 如果他们有遵守SOP 他们不会是这样子 OK 两种团队 一时在电视直播 或者在他们自己的面子 这些政治人物 在他们自己的面子 说 弹簧挂冕 要怎样控制疫情 希望把那个曲线押平 他们自己有 他们自己有以身作者吗 没有 你自己政治人物 都没有以身作者 你还想要叫我们这些老百姓 去遵守这些所谓的SOP 完全没有说服力 上两步正下两歪 怎么可能 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多政治人物 别意会重事情 会来严 是不是他们自己没有纪律 还是他们真的把 现在慕尤丁的政府 不放在眼里 现在慕尤丁政府 是不是没有公信力 是不是不怕他 然后自己也没有纪律 你原本就应该有自律 要有纪律 做一个好反应给我们看 但是可惜他们没有 这些政治人物 根本就没有做到 真的 我们真的在面子书 小人物 轻症状或者无症状 呆在家里隔离 但是那些 那些部长 或者YB们 直接就可以送去医院 呼吸了 你才要轮到我们去 去到医院就医 才有这个medical service 才让到我们 所以很显然的double standard 这是打开去 YB 他们有优先权 access那个medical service 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 在家里隔离 到真的非常不听了 真的非常 呼吸困难 才轮到我们 而不是直接去 可能不是直接去医院 是去房仓医院 去房仓医院 跟人家挤病传 看一下那支里 第一时间 受到medical care 然后你看看他的家里 看看他的家里 他已经受到隔离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可以跑 还可以跑去他自己的度假村 去隔离 这边中间有没有 有没有违背了SOP OK 然后 其实我想讲了一下 大家 真的不需要可怜 这些政治人物 OK 我们如果老百姓真的是 送了这个真的来野 OK 我们是去 跟人家挤那个房仓医院 你看一下这些 有权有势的 这些YB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所谓隔离 好像Holiday 他们所谓的隔离 是后面家后院 有一个私人海滩 对 私人海滩 后面有海边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些老百姓 你家后尾有什么东西 你家后尾有龙钩罢了 一些 一些的政治人物 家里还有 有隔离 有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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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有什么 有小游泳 这个完全是打下来 完全是 你没有办法服众 而且纳兹里的这个CAS 很明显 很明显就是没有准召SOP 非常明显的一个example 他没有出席 他没有出席 他出席那个新闻 记者招待会 没有戴口罩 坐在他隔壁的 达祖丁也没有戴口罩 然后证实两个人 先后都感染了 这个COVID-19 然后达祖丁的家人 OK 讲难听点 汉嘎也是中了 也是来爷了 OK 很典型 自己没有尊照SOP 然后来爷中到其他的人 然后连自己的家人也中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 他们自己都不以身作者 你要怎样来说服 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看了我们都摇头 我也不会同情你 为什么 因为你好像Holiday这样子 我们还要 我们还担心 有什么山峰 有什么克首 还真的是 真的是 神经兮兮 怕真的是会来爷 然后我们在家里隔离 还怕会影响到我们家里 会传染给我们的父母亲 就是真的 所以 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讨厌这些 尤其是不遵守SOP 尤其一些 还有一些 政治人物 他们自己拍照 自己的饭局 没有遵守SOP 自己放上来 这个Facebook上面 给我们自己老百姓抓到 你还能怨谁 你还能怨谁 你自己拍照 你自己放上Facebook 给我们抓到 你还要找借口 完全不能接受 像他们这样子的态度 然后他们中 真的是逮谁 OK 盖师 说盖 洪律师 陈哥 讲得非常非常的对 像这些 我刚刚在留言 还回复 这些 为什么这些 如果大家有知道数据的话 我们马来西亚 有3300万 国民 国民有3300万 还没有算非法外劳 但我们确诊人数是17万 17万是包括外劳 包括没有登记的人 17万 33万公民 有17万 感染这个肺炎 换算起来 大概0.5% 可是我们的官 我们的部长 我们有70位部长 现在已经有5-6位 感染了 他的比例是多少 7-8% 所以他是比我们普通人 还高10倍 到15倍 的感染情况 为什么 就是像陈哥所说的 这些 我讲直接一点 这些狗官 刚才我留言就说 官制两个口 狗官三个口 所以他们要戴三个口罩 这些官自己设定了 SOP 没有去跟谁 我们看我们的首相就好了 慕尤丁说要 你们不遵守SOP 我要 慕尤丁跑去Selangor的 翻唱医院 他搞什么 弄到大家好像 上司一样 还很自豪地 拍照片出来 这些人有遵守SOP吗 没有 这是第一点 当然慕尤丁可以说 他们太崇拜我 他们太爱戴我 所以他们涌上来 我不能够确保 MOB SOP 错不在我 我们接受你这个讲法 但我们看那张照片 慕尤丁自己口罩都没有戴好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 看到很多公民 看到很多人民 在巴士站等巴士 只是把口罩拿下来 呼一口气 因为戴住很久 会很hip 很闷热 就中罚款1000块 自己在店里面 没有客人 把口罩摘下来 休息一下 也中Saman1000块 还有今天一个新闻 警察 他只是下车一下子 没有戴口罩 警察就开他1000块 后来他去调出CCTV 证明周围没有人 所以他没有违反SOP 因为法律是讲 你去拥挤的地方 去公共场合 你才要戴口罩 所以他这样下车一下 周围没有人 其实他是没有犯错的 但是他还是被开了Saman 但慕尤丁 你证据确凿 你去方长医院 去这个隔离中心 你的口罩没有盖到鼻子 有什么对付吗 你还叫我们遵守SOP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些高官 这些狗官 我们说直接一点 狗官三个口 我这样讲 不要害我被抓 这些三个口的人 为什么他们确诊率 会比我们平民百姓 高出10倍到15倍的情况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超人 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 以为自己有特权 所以才会这样子 像陈哥举出来 纳子里开新闻发布会 坐在他旁边 全部没有开 没有戴口罩 我们不要说纳子里的记者会 纳子里不是官 他以前是官 现在不是官 我们看内阁会议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内阁每个星期五 之前现在没有了 现在视讯开会 在之前 疫情爆发的时候 每一次都开会 有哪一次是全部人戴口罩开会的 他们坐到这么近 戴口罩的小猫两三只 其他全部都不戴 你自己没有立下榜样 你要人民怎样去遵守 而且像刚才说 人民的感染率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民 没有本事 没有钱 没有特权 像陈哥讲的 纳子里 隔离还可以很高调的拍 我在隔离 搜出他老婆 搜出粉红色的Glan 手环之后 然后就奔向大海 去Enjoy 如果给那些 平民老百姓看到是什么感受 老马 前首相老马 今天也发了一个贴文 抨击他的家人 确诊了 被叫回家隔离 直到呼吸不顺畅 才给他去医院 所以老马这样子 前首相 马来西亚执政最长的首相 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何况是平民老百姓 这个不是我们攻击政府 才这样子讲 我自己的朋友 现在疫情真的不是开玩笑 已经在社区了 之前三月疫情爆发 到十二月这个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我的朋友 或我朋友的朋友 中 没有 就是我直系的朋友 没有中过 十二月到现在 我的朋友 已经有三位 中 这个肺炎 然后我朋友的朋友 我认识 但是不熟的 大概有十位 所以 然后这些人 中 他们也是跟老马 说他的亲人一样 他们是去私人医院 检查中了 中了之后 私人医院会打电话给 卫生部 叫 要来治疗他们 然后他们打电话去的 结果是什么 叫他回家等 如果你有 什么呼吸困难 你 你觉得你要死了 你才来 打电话给我们 你先回家自己隔离 然后隔离 有SOP 叫你自己follow 所以就是这些人 你看 连确诊的人 都不需要去隔离 然后有些人 手环都没有 就叫你在家隔离 这个就是为什么 病情越来越严重 因为 中的人不敢讲 讲了 我要害我的公司 关14天 我要害我的公司 全部人要隔离 我就没有人敢参我 我的朋友 不敢跟我喝酒的 不敢跟我吃饭的 怕传给我 所以他们不敢说 不敢说 他们就要装着 若无其事 继续去工作 继续去上班 继续去交际 这就是为什么 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这些三个口的关 我不要再说那两个字了 讲了两次 这些三个口的关 就是罪魁祸首 我们马来西亚 疫情会爆发 就是因为政治的双重标准 对政治人物一套标准 对我们平民老百姓 一套标准 这个才是真正会爆发的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陈哥刚才有讲的 我约略讲一下 像纳兹里 像 哈姆萨 这些人 他们确诊了 他们不当一回事 因为老实讲 肺炎这个病 COVID-19这个病 你被感染了 只要你有接受到好的治疗 即便你是重症 你呼吸困难了 肺已经受感染了 你只要有呼吸器 你接受适当的治疗 你是不会死的 除非你真的身体很弱 你有糖尿病 你有心脏病 你有高 你有很严重自身的疾病 肾病 这些病发症 你才致死率比较高 所以这些三个口的关 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中了 他们可以有得到最适当 最好的治疗 而平民老百姓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马来西亚 连续几天十多个人死了 今天好像十八个人死 破我们的记录 这十八个人死 三千多个人确诊 四千多个人确诊 这些不是一个数目 它是每一条人命 每一条人命背后有爸爸 有孩子 有兄弟姐妹 有爱人 有朋友 所以这个政府真的是难辞其咎 我交回给陈哥 陈哥有什么要补充吗 洪律师已经考过了大多数的point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 我们在进入第二个讲题之前 我们这次的直播有一个survey 就是MCO 2.0已经进行了第十天 你的感觉是什么 呼吁大家踊跃的帮我们来做这个survey 然后最后我跟陈哥会跟大家讲评一下 我们对大家的选择 跟这个survey的看法 第一个选择是混乱非常的MCO 第二个是左右为难的MCO 第三是注定失败的MCO 所以大家踊跃的帮我们做这个survey 当然也大家要记得帮我们点赞分享 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让越多人来看越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我看一下第二个讲题是什么 政治人物议员上书援手撤销紧急状态 我们知道我们在12号慕尤丁已经颁布了紧急状态 当然他过后有Gazette有现报紧急状态的通知 现报的日期其实是从11号开始 就代表慕尤丁在公布之前已经紧急状态一天了 到现在已经过了11天的时间 而紧急状态法令也已经出炉了 然后现在有很多议员上书援手要撤销紧急状态 有要召开国会也有撤销紧急状态也有 安华更声称我们的西门公主 公正党的老大说已经有超过一半 这次他不敢说strong majority strong convincing majority 他不敢说了 他只说我们有过半数的人上书援手了 诚哥你怎么看这个课题 我知道我也是收到很多网友 pn我说关于安华 有过半的人数又上书 又是上书去又是要最可能连手那一边 其实我先不说他会不会成功 最高连手会不会撤销紧急状态 但是我告诉你 他现在在这个timing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点上做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不难 大家还记得吗 9月13号安华说他有majority 他要他要进见阿公 他要换政府由他来做 大家知道吗 安华的那个记者招待会之后两点半 就是慕尤鼎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慕尤鼎的直播 然后慕尤鼎在直播做什么 他一点都没有mention过关于安华的那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他是在派遣 他是在收买人心 他是要让全部人都知道你看 反对党安华在做什么还在发他首相弄我呢 我一直在照顾老百姓我一直在派遣 这一次的也是一样 按照我讲要有过半的人数 要上书最高元首 前一天 不前一天 前两天 慕尤鼎在做什么 在派遣 安心派遣 配套 然后之后 之后的一天 他在做什么 他走去方舱 医院跟那些病患零距离 零距离去接触 隔着一个玻璃镜子 你可以看得到多么的明显 那个落差 反对党安华在做什么 满脑子在想 我有没有majority 或者我可以现在 也和所有的反对党 可能再加上巫统的那一边的小动作 有超过一般 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证明给大家看 我有过半的人数支持我 慕尤鼎已经没有majority了 所以希望他 或者希望最高元首 会撤销这个紧急状态 或者 对一下施压慕尤鼎 让他自己主动支持 我想安华不止一次公开 喊话对慕尤鼎喊话 希望他主动辞职 我想其他的反对党议员也是有 李光颖也是有 但问题是 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 你还需要公开喊话 要慕尤鼎自己主动辞职吗 你就是没有其他方法 然后安华 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华会在这个时候 做这样子的事情 很显然很显然 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老百姓 他们把焦点都放在疫情 每一天的疫情都在三千多钟 四千多钟 老百姓现在focus的是疫情的东西 疫情之后 希望自己的收入 希望自己的经济会好回来 这个是老百姓想要的东西 但是安华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做这个非常不适合的东西 谁会对你会有一种 真的会对你有种反感 当安华这个新闻出节 说要上诉援手 撤销这个紧急状态 看下面的那些留言 全部都是在取消安华 全部都是在说安华 还在发 还在发那个 那个手向梦 但是你看 刚好 巫统那一边 也是巫统的议员 OK 也是要提 希望有提出 那个国会的紧急动议 OK 紧急会议 这两件事情 特别都是一起进行的 太安华了 太安华了 安华会不会又被人家利用了 OK 会不会又被巫统那边利用了 但是你要知道 巫统那边人利用你 最后被骂的人是谁 最后那个 没有说到责骂吗 没有说到责骂 回去看 回去看 那个 拿吉的面子书 拿吉的面子书 反而现在 很多 很多人都说 现在拿吉 正在为民情愿 好像 好像说 真正 真正的是 了解民间几口 说 刚刚他又迫上来 一个 一个帖 一个半身手的单 说MCO不够 不够严格 OK 半身不守 所以下面的留言 全部说 你真的是了解 了解我们 真的是了解 平民百姓 反倒是安华 而且很显然 我相信安华 为什么安华 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肯定是 肯定是巫统那边 一定有人 非常怀疑 巫统那边就是有人 OK 去推着安华 去怂恿安华 说OK 你去做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木有丁 去pression木有丁 OK 但是你想一想 你会成功吗 OK 而且根本也没有先例 也没有任何的条规说 就算你有过半 去上诉最高元首 最高元首也未必会要撤销 这个紧急状态 而且何况我不认为你有半数 而且 我好像听到瓦里山这边 好像还 萨菲伊他们这边 八个人还是九个人 八个人好像还是还没有做出 做出决定 所以 我真的 我真的不觉得 我真的不了解 为什么安华会在这个时间点 他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OK 完全是没有身上 而且 最高元首会统一会撤销 这个紧急状态 或者紧急状态 remain OK 准许开国会 我都认为这个机会 都是非常渺茫 非常渺茫的 虽然我也不同意 紧急状态 我也不同意紧急状态 但是问题是 你在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OK 民意基础 现在变成全部是在慕尤丁那边 OK 因为慕尤丁他派遣 然后他又 又去到访 那个方张医院 让人家觉得 慕尤丁才是真正的为 为老百姓 去做事情 真正的了解民间机构 反倒是安华 反对党英秀 OK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我还在罚我自己的首相 洪律师 诚哥讲得非常非常的对 其实 你写信给阿公 你是要什么 你要解散 像安华写给元首 的目的 跟安华写给元首的目的 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看到安华有撤回 有两个议员公开说要撤回 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可是这两个议员有说他 我要换慕尤丁 我不支持慕尤丁 他没有说 他连要换慕尤丁都没有说 他只是说 我们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像纳兹里 像阿玛加兹兰 他有说他支持谁吗 没有 非常可悲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在反慕尤丁 都说慕尤丁没有资格可以做 就像老马 安华 甚至纳兹里 甚至阿玛加兹兰 但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自己当作替代 慕尤丁的人选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调诡的情况 你说慕尤丁没有资格 没有掌握大多数的支持 不能做首相了 但谁来代替他 你们自己瞧不出 自己搞不出一个替代人选 所以如果我站在阿玛的立场 慕尤丁失去大多数支持 可是没有替代人选 如果在正常情况之下 出现这样子的结果会怎样 慕尤丁倒台 没有合适的首相人选会怎样 大家想一下 就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 选举让最大党再来重新当首相 重新洗牌 可是问题是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在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无能政府的管制之下 我们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 一选举 人民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疫情不知道又要怎样的大爆发 其实主因还是无能的政府 我在这里强调 选举跟疫情爆发 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台湾 新加坡 韩国 早早都举行过选举 没有致死疫情爆发 完全没有 韩国在四月 我没有记错是四月举行国会选举 新加坡好像是七八月 他们的投票人数都创历史新高 可是有造成疫情爆发吗 没有 这个就是有效率 有能力的政府 跟无能 无效率的政府的最大差别 没有能力的政府 做什么事情都会造成疫情爆发 像MCO MCO已经进行11天了 MCO是全世界验证最有效率 可以阻止疫情爆发的一个政策 可是MCO推行11天了 我们的疫情有滑下来的情况吗 并没有 因为就是一个费政府做出的费政策 一开始MCO2.0 他已经把力度降低了 我们不说 你可以说他为了经济 为了不让人民自杀 为了不要让人民都没有饭吃 所以他放松一点的MCO 可是你为什么要分阶段 击打 波利是霹雳 现在又来MCO了 你一开始大家一起进行不是好 你为什么要疯一点 不疯一点 结果变成疫情可以躲起来 他躲在你没有风的地方 当然这个MCO可以对抗疫情的威力 也很小了 老实说 大家相信大家都有发现 除了剪头发 除了喝酒 除了餐馆 除了公务员 政府单位之外 几乎所有各行各业 都一样在做工 MCO1.0 我律师是不用做工 不能做工的 现在MCO2.0是可以做工的 所以无能的政府 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回到测开一点 回到上书 援手的情况 现在巫统上书 他们要撤销紧急状态 可是你给不到阿公一个solution 安华也是一样 你要撤销紧急状态 你要召开国会 你给不到阿公一个solution 如果OK阿公 我们 比如讲我现在是阿公了 我接受我撤销紧急状态 但你给我的solution是什么 继续炒 继续乱 那我还不如紧急状态 至少给慕尤丁安心抗议 当然你会说慕尤丁是独裁政府 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情 但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我给你们机会 你又做不到东西 我已经9月23安华 你说你可以变天 我召见你了 结果你只手拿一封 Najib跟Zahid签名 到现在这封信都还没有 被Najib跟Zahid证实 他们真的有签的信 你就敢敢来跟我说 你有 convincing formidable and strong majority 这个就是讲片话 所以安华像陈哥讲 我不认为元首会管你 为什么 因为第一点 慕尤丁12月20号的时候 才国会结束 才刚刚接受完 国会的考验 他是掌握多数的 他过关了 预算案通过了 距今现在才多久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前 慕尤丁才接受考验 你有什么理由 叫我推翻一个 刚刚接受考验的政府 第二 你们本身不团结 巫统上书跟安华上书 虽然安华很取巧的说 我们有过半的人上书 其实他是把巫统的人也加进来 但巫统上书管你屁事 巫统上书有说 我支持安华做首相 并没有 所以两个根本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然后你们没有提出一个替代人选给我 这样你要我怎样 我解除了 你们要怎样 给你们炒 开国会给你们炒 又像之前一样 等下又来一个国会橄榄群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做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老实讲 不能怪阿公 真的阿公不理你 因为第一 还有第三点 我刚才没有说到 第一第二点 我讲了第三点就是安华 你已经骗了这么多次 你已经骗我阿公 如果我是阿公 你说你有convencing number 二月政变 二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安华就说他有 五月老马 拉那个Saruddin过来 慕尤丁的左右 Saruddin过来 安华也说他有number 然后九月二十三 安华又说他有number 单单这一年的时间 从去年二月到现在 安华第四次说他有majority了 你是元首 你会相信他吗 所以come on 安华 我绝对支持你 推翻这个无能的政府 我刚才直接说他们是三个口的官 很直接 无能的政府 我很期望安华 可以推翻他 做一番事情出来 but please 安华 至少你要学穆萨阿曼 穆萨阿曼在Saba推翻Safi'i的时候 他开记者会是怎样 一字排开 三十多个议员站在他后面 如果安华现在开记者会 有130个议员站在他后面 当然要遵守SOP了 130个议员站在他后面 你说元首可以不见你吗 元首可以忽视这130个人的力量吗 没有 不可能可以 绝对不可能 但是安华什么屁都没有做出来 他只是上书 写信 最重要还是你要证明给元首 你是掌握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交回给陈哥 我看陈哥 很纷纷不停 陈哥应该有话要说 因为真的是 我只是看到反对党 一直这样都是在喊话 特别是我看到 还在他们还在 你要知道 你看你的对手 你说你的对手只有一两个 甚至现在他们已经质疑了 墨尤丁哥们没有 但是你比你的对手更弱 你还想怎样 你比你的对手更弱 你的对手至少他会演戏 他至少他会派钱 他派完钱 他去房间医院做戏给你们看 让民意基础 留在他这边 让民调 让他的冷气 留在他这边 为什么巫统想拉他 拉不下来 因为很大的部分的马来群众 马来社会 都在墨尤丁这一边 然后安华这一边 真的是做不太急 我觉得他的面子书 我看了很多次 除了讲他的选区 不然就是介绍那些 Burgatan 介绍那些Restolan 完全我不知道 他的面子书 根本就不像一个反对党领袖 根本就没有民间几口 反倒是Narjic OK 人家Narjic走去彭亨州 走去镇摘 走去坐山板船 走去镇他的脚 镇水 镇水的地方 走去派物资 OK 然后一直死咬着 KWSP的课题不放 一直死咬着 Molitorium的 延迟贷款的课题不放 你看一下人家 OK 为什么人家 会有这 不只是网红台 不只是马来西亚第一网红台 他是真正 很多 尤其是年轻的马来 马来选民 都非常支持 那几 都非常拜那几 反而那些什么 他的YMTV 那些全部给他 暗化掉 忘记了 忘记了 OK 暗化 他的面子书 我经常去看 真的是 每次都是 Media Statement 他发一个什么Media Statement 这些都是 哎呦 这些真的是 真的是来丢弃那系统 真的不来做什么鬼的 国会反对党 不像一个 国会反对党的领袖 然后也没有去 你就要接地去 你知道很重要 你要接地去 要了解民间几口 你知道为什么 西蒙 西蒙22个月会倒台 就是因为他们的民调 跌到非常功率 很多个课题不接地去 OK 所以为什么西莱登行动 他们倒台了 民众没有觉得 非常非常惋惜 OK 就是这个原因 你不可以不接地去 你在错误的时间 做错误的事情 OK 你说慕尤丁演戏也罢 人家演得像啊 难道你不可以演戏吗 你要演得比他像就好了 你也去演戏啊 是不是 他进去 他去 他去 那个 那个 那个防长医院 你也去啊 你总之想办法 OK 去演好 你 让人家觉得 你是可以 可以把首相位置 交托给你 你手上的 OK 交托给你安法 把整个国家 交托给你安法 你至少要演一出 这样的戏出来 给大家看 但是没有 OK 他每一次一讲话 就是管理到 就是管理到 那个什么 不然就是 因为他很多次 他一开口 就是跟管理到阿宫 要见阿宫 要阿宫 帮他鉴定 有没有 要上诉阿宫 人家看到 人家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艰苦 对 诚哥讲得很对 就是 现在我们看 纳吉更像反对党领袖 老马也更像反对党领袖 大家可以去看 老马的 转业 他也是一直在抨击 沙菲伊 也像反对党领袖 沙菲伊 也是一直抨击 大家可以去 follow一下他们 但安华 却有的没的 做很多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就顺势 进入第三个讲题 第三个讲题 华哥 换一下讲题 就是 西蒙决定加入 紧急状态的 独立委员会 在 我 最后一个讲题 我先讲了 等一下我交给 诚哥 在我开始讲 这个讲题之前 大家记得 点赞 分享 转发 这一次的直播 让更多人 一起来看我们 这一次的直播 记得点赞 分享 转发 也点赞我们 iLivePost 爱生活 专业 还有南洋三报 当然还有 陈哥 陈辰的专业 跟我的专业 直播会在 这四大平台 一起播出 大家支持一下 转发一下 让更多人 来看我们的直播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 第三个 今天的最后一个讲题 这个讲题 讲完之后 我们就会 跟大家分析一下 身为 民意调查的结果 所以我先讲 第三个讲题 就是西门三人家 终于决定加入 独立委员会了 这个是一个 老实说 我先把我的立场 说明白 讲清楚 这是一个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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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M次 白痴的行动 为什么 因为安华 西门一直在跟别人说 我们不要紧急状态 这个紧急状态 是不合法的 这个是独裁政权 这个是侵犯人权 破坏我们的法治 结果 慕尤丁给你们三个位置 三个官位 这是一个官位 因为独立委员会 就是紧急状态的政府 紧急状态里面最大的 就是这独立委员会 慕尤丁分三个位置给你 你几天没有考虑 你就马上 我们接受 我们接受 还排除人选出来给他 这是什么情况 本来慕尤丁 现在是风雨飘摇 四面楚歌的 为什么 因为紧急状态 是一个天下人共机之的事情 你一发布紧急状态 你就从民主政府 变成独裁政府 你要征收我的地 像陈哥 陈哥有管理 很大片的中流园 现在政府 独裁政府 照以前的方式 他要征用陈哥的中流园 比如拿来做一个仓库 或者是做一个方舱医院 他要经过法庭的程序 要赔偿 要估价很慢 然后也保障了陈哥的利益 你不可以随便拿我的产业 这个是我辛辛苦苦得到的 现在政府不需要 他只要宪报 只要一纸庭令 然后自己可以定赔偿价格 自己可以马上派警察 派军人 就可以把你的产业拿走 而且不只是产业 他可以征用你的公司 征用你的工人 征用你的汽车 征用你的房子 这个就是独裁 紧急状态之下 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不是我危言耸听 不是我车大炮 他的法律已经现报了 他的法律 已经在我们 Malaysia Gazette里面 已经出来了 1月14还是15号的时候 我有特地去看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当然 这个紧急法律 还有更严重的人 就是他随时可以制定法律 比如现在 违反SOP最高法管 1000块 如果是照以前 你要修改这个1000块 你至少要开国会来修改 你的法令 把1000块的顶额提高 要国会议员投票通过 现在你看政府很五色了 他说罚款太低 我们未来几天就会调高法管 为什么他可以讲到这么爽 因为他是独裁政府 他不需要国会通过 他只要制定了法律 交给元首 元首Approve Gazette 现报 他就是法律了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政府是完全独裁的 所以慕尤丁 他做这个紧急状态 他肯定是要延续自己的政权 因为国会不用开 州会不用开 然后他可以制定法律 然后他可以对付 压紧新闻自由 压缩新闻自由 对付异议人士 他可以无所不能 但同时 凡事都有两面性 他有好的一面 必然也有坏的一面 他坏的一面就是什么 慕尤丁做这个事情 他变成一个独裁领袖 他的声望 他的形象是大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他的丑闻 比如巴古建礼堂 三千多万建三千礼堂 笑死人了 三千多万建三千礼堂 华校建一个富丽堂皇 可以做140桌 宴会可以140桌 八个羽球场 八个court的礼堂 才只要花八十万 慕尤丁建三个民众会堂 听清楚 民众会堂 大家去看一下 自己甘运的民众会堂有多大 三个民众会堂花三千多万 所以这些东西都被爆出来 老实讲 这些买贵了 建贵了 在以前是 大家都知道了 新造不宣的事情 但现在MCO 第一政府没有钱 第二人民生活很苦 第三 你摆到你 为国为民 结果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的声望很低 他在风雨飘摇 他在市面楚歌 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安华却突然来说 我们决定加入独立委员会 这是什么结果 就是在帮慕尤丁渡过难关 因为如果我是元首 安华 西蒙 行动党 诚信党 公正党 来跟我说 我们反对紧急状态 我们写信给元首 我们要撤销紧急状态 我是元首 我会应你 你既然这么反对紧急状态 那你还加入他们 为什么你加入他们 你们有什么分歧 你去独立委员会里面谈 你觉得他这个法律不好 你去独立委员会里面谈 谈出一个好结果 你都在里面了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好什么连面 说他是独裁 你如果说慕尤丁 这紧急状态是独裁 你自己是一份子 你不是在说 你自己是独裁 所以加入独立委员会 这个行为绝对是帮助慕尤丁 渡过难关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是西蒙安华第六次 帮慕尤丁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记得好像是在新生活报 我的专栏 我又写一篇文章说 老慕捂住国盟渡过难关 这是第六次 前面五次是几时 我在这里数给大家 第一次是二月 二月尾西蒙丢失政权的时候 本来西蒙是支持劳马 安华 last minute 26号早上叫全部人投他 不要投劳马 结果变成全部人不过半 慕尤丁才可以做首相 如果安华当时没有下这个order 叫行动党成信党投他 现在政府还是西蒙的政府 慕尤丁绝对没有可能当首相 这是第一次安华帮慕尤丁 第二次是在四月尾的时候 当老马跟老牧 当时老马跟老牧在争土团 慕尤丁还没有开除土团 大家在争土团 谁是老大的时候 然后那个飞行车部长 沙鲁丁他们遥传要跳过来的时候 还有包括确诊的利纳哈润 当时都有遥传要投奔马哈迪 因为他们看到跟武统合作没有前途 安华做了什么事情 安华竟然接任反对党领袖的职位 接任反对党领袖 跟成立影子内阁代表什么 你承认这个政府稳固 我是反对党 所以我接任反对党领袖 我成立影子内阁来监督你 而且安华成立影子内阁是很令人诟病的 他没有参行动党 没有参成兴党来成立影子内阁 他自己成立 然后这个影子内阁成立了这么久 有做什么事情出来吗 没有 替代预算案有做出来吗 没有 像你当时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成立来这么 除了邦睦尤丁渡过难关 我想不到其他理由 第三次是七月中换议长的时候 国会换议长 西蒙安华有提呈任何替代议长的动议吗 没有 所以这个阿兹哈是不用投票 是直接上位的 因为他当时的理由是什么 只有一个候选人 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们不用投票直接上 所以安华当时这些行为 他是变相帮助阿兹哈的上台 第四次是九月尾的时候 沙巴周旋 大家 Safi'i是占据优势的时候 安华来一个九二三变天 投票前三天 星期六投票 安华星期三宣布 I have majority formidable convincing number 结果什么屁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现 为什么这个是邦睦尤丁政策 因为Safi'i当时是说 如果我赢下沙巴州 我会吸毒 他就是一个首相人选 他的影响力 可以扩及到西马 沙巴人民否决了 Muafakat National 否决了Berikatan National 所以现在到西马了 他会有这一个公司 而且当时有一股舆论 要推Safi'i上来做首相 但安华九二三就说 不是Safi'i不是首相人选 是我 这样子形同把Safi'i的选战 刮了一巴掌 所以Safi'i微差输了 安华出了一份力 帮穆尤丁政府 帮Hazizi Hazizi坐上沙巴的首掌 最后一次 当然就是 预算案恶毒的时候 站不起来 当时巫统有两个人 没有出席 已经少了两个人 你只要拉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一个人跳过来 或者是两个人 去厕所没有来投票 预算案就不过关 当时安华 Last minute Last minute What's that 大家不要站 我们不要投 我们三读的时候 才来反对 结果 三读反对一个屁 二读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说 西蒙现在 他加入独立委员会 是第六次帮穆尤丁 而且他现在讲 我们加入 我们一样 反独立委员会 其实是把这些 把他的支持者当白痴 就像他在二读的时候 说我二读没有站 我们三读可以反对 我们委员会阶段 可以反对 一样 一模一样 他把支持者当白痴 他在骗人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安华六注 西蒙六注 穆尤丁 穆尤丁是最开心的 而且我可以 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加入独立委员会 你只是一个花瓶 等真正独立委员会的 成分出来了 大家肯定可以看到 掌握主导权 一定是穆尤丁 穆尤丁 他颁布紧急状态 就是为了握拳 他不可能会把权力 渡让出来跟你分享 绝对不可能的是 所以西蒙那边讲 我们加入是为了监督 我们是为了制定政策 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我很想比出话 可是为了新生活 我们不可以比 很生气 真的 六注国门 交给诚哥 诚哥不要笑 我知道你也很想比的 冯律师刚才讲的 完全 他想要把罚款 从一千块提高 这个独立委员会 是不是在 是不是他们有没有 这个权力 他们有没有 可以去做这个 decision 就好像刚才 这三个西蒙所派出的人 实际上就是花皮 慕尤丁就是利用反对党 这三个人加入这个独立委员会 来修饰他的不独裁 修饰他比较民主 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是有纳入反对党的人 进入这个委员会 我没有这么独裁 就好像现在的 这个紧急状态一样 跟MCO 你有MCO 你还有紧急状态 你紧急 你MCO所有的SOP 或者需要的法律 你在紧急状态 也是可以做到 紧急状态的 给你的power 更深 更深层 更广泛 你还需要MCO 不需要 慕尤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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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O 旁晚 MCO 明天早上 他就颁布紧急状态 这个MCO 就是 就好像刚才 那 那西蒙三个人加入 委员会一样做花瓶 这个MCO 就是一个花瓶 就是一个修饰 紧急状态的东西 OK 而且 还真的给他 给他 给他得逞 OK 现在网络上 所有的舆论方向 都是在讨论MCO 谁会去讨论紧急状态 没有 除了时事评论员 除了政治人物会讨论 紧急状态 根本没有人去讨论紧急状态 全部人都是在 MCO 所以 焦点就已经给他转移了 就已经给他转移了 紧急状态的 背后的目的也给他淡化了 完完全全就是 就好像一个花瓶 给他拿来做修饰 拿来做考卧 来做掩饰 粉饰了他背后真正的目的 所以 这个独立委员会 也是这样 MCO也是这样 所以 很可惜 反对党 这边 安华这边 完全真的没有 你的对手弱 但是你自己更弱 OK 之前说 之前我们第二个话题说 上书要反对紧急状态 但是你看现在第三个奖提 他们自己先派人 加入独立委员会 这个是 自己打自己的脸 没有什么好讨论 彭律师 对啊 华哥 诚哥真的讲得很对 你 你不要再骗人民了 所以 我曾经很负气的说 我有一篇文章说 华哥 安华 不是我们新生活报的华哥 是安华 华哥其实是 实权副首相 如果没有这个副首相 西盟政府早就 国盟政府早就倒了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真的很心痛 好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 现在十点 我们现在进入 守卫的成绩环节 然后我们会回答一两个问题 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 因为十点十分 新生活报 iLife Post专专业会有另一个直播 所以大家也记得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到十点十分 不会太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survey的成绩 华哥已经发给我了 MCO 2.0已经进行了十天 你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 混乱非常的 MCO 33% 189票 第二 左右为难的MCO 只有10% 123票 然后最后一个 注定失败的MCO 684票 57% 所以注定失败的MCO 第一名 57% 混乱非常的MCO 33% 左右为难的MCO 10% 诚哥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我觉得蛮 蛮surprise 为什么会混乱的 混乱非常的MCO 这么多人投 你已经有第一次MCO 大家不应该觉得混乱了 是不是 这一次是第二次的MCO 大家应该有所准备 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 会混乱是政府的错 为什么 Lodi Chan来 8点 现在改成10点 一些周数 一开始一些周数 CMCO 6个周数MCO 其他两个MCO 现在Lodi Chan来 全部MCO 除了Sanawa 10点Sanawa也是MCO 我看 所以会混乱 是政府的那一边的责任 责无旁贷 他们自己混乱 他们自己Lodi Chan来 SOP 全部不一样 你要执法 执法的人 要怎样去comply 全部不一样 然后左右为难的MCO 18% 其实我是歇项 以左右为难的MCO 为什么 因为你要疫情 你要控制疫情 但是你也不想要饿死 你要照顾到经济 可能我们是中产阶级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B40群体 有些真的是非常贫苦的一些群体 他们是真的手停口停 然后家里的小孩子要读书 要什么东西 所以 反而是这个MCO到底是要救经济 又要控制疫情 但是政府两边都做不好 两边都半天掉 想要就经济 但是你开一半不开一半 你的经济 你的行业开一半不开一半 然后一开始先讲 那些necessary的行业才给你开 现在你看连不necessary的行业也给你开 但是其实 景便啊 名牌表啊 名牌表啊 Victoria Secret啊 大家最喜欢的也是照顾 所以你看 所以政府政府是现在是 我相信现在是 它不是左右为难 它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OK 他们在等疫苗 希望疫苗来了 OK 可以救到他们 就是这么简单 OK 注定失败MCO 最多人选 大家可以看到 政治冷冻自己上两不正下两歪 所以 还能说什么呢 而且现在的 现在的MCO给人的感觉 不像第一次MCO 所以为什么 所以很明显了 57%注定失败的MCO 不surprise 真的不surprise 诚哥讲的完全同意 其实 老实讲我三个都想选 又乱 政府乱 不是人民乱 人民不会乱 像诚哥讲的 人民其实有什么好乱的 我们就是遵守 我们怕 我们怕中这1000块的罚款 我们不只怕病毒 当然大家都怕病毒 怕死 但我们除了怕病毒之外 我们也怕你这1000块的罚款 所以大家都很遵守 SOP出门 就戴口罩什么 不遵守的是政治人物 叫我们不遵守的 也是政治人物 会大爆发 冰城本来很好的 Langkawi本来OK的 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因为Juti Juti Malaysia 是谁叫我们去Juti Juti Malaysia 所以疫情受控制 我们开放国内旅游业 也是这些关 三个口的关 所以我们不会混乱 混乱的是政府 政府像刚才诚哥讲 Roti China转来转去 今天一个样 明天一个样 第二左右为难 弄到我们人民左右为难 政府左右为难 我们也左右为难 生命 经济 金钱 跟疫情 我们要怎样取舍 我们不能取舍 而我们依赖的政府 掌握资源的政府 又不能帮我们决定 不能帮我们取舍 不能帮我们限制 就变成大家 要取舍 要自己决定 所以这是一个 没有担当的政府 当然最后一个 是注定失败 这是肯定 这个MCO 我相信没有人认为 这个程度的MCO 加上我们政府 无能会有用 所以其实给我选 我三个都会选 然后归纳起来 就是失败 完全失败的MCO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好 这个survey 我们就短短讲到这里 剩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来华哥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 郭玉亮 也是我们的铁粉 经常有留言的 询问两位评论员 如果西门和国盟 在独立委员会谈判 充太多分歧的话 会不会变成废财 或者花瓶打碎呢 相反的话 要如何洗牌独立委员会 难道撤回紧急状态吗 诚哥你怎么看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会撤回紧急状态 相信等这个独立委员会 出炉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真的是 就好像红医师所说的 应该说是 一面倒一面歇 向穆尤丁这一边 就算西门反对党 他们这边 持不同的意见 最后的决定 还是会是在穆尤丁的手上 你基本上就是 其实不能 不能做什么东西 OK 我完全同意诚哥讲的 其实这个花瓶 他敢打碎 你其实这个结果 是任何头脑正常 像诚哥刚才有讲到 我也有讲到 就是你进去 你就是一个摆设 你一个花瓶 你不要骗人 说你可以进去制衡慕尤丁 你可以为了国家 制定政策 制定抗议 给意见 不要骗人了 你做不到事情的 你要进去 你做不到事情 然后你才退出 最坏 其实紧急状态 已经发布了 你不可能撤回 除非像我刚才所说 有一个替代人选 可以掌握大多数的支持 告诉阿公 你应该撤回 因为穆尤丁 没有执政基础了 他是独裁政府 然后他在笼络权力 没有 你是不可能撤回政权 所以这些人加入 做不到事情 他们最多只能退出 退出的话 你就是退出的西蒙 在打脸加入的西蒙 就是这样子 你会更显得 难看 所以不要 奢望 设想西蒙加入 可以做事情 他加入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跟你讲 西蒙没有选择 只可以加入的人 就跟你讲 没有办法 我们只可以给 你不要做狗 你不要做狗 你还要带口灰 还要说到自己 很正义 很对 然后骗人 所以给他骗的人 真的太愚蠢 太笨了 对不起 我侮辱了狗 我不是侮辱议员 我侮辱了狗 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们经常的 出现的大哥 两位主讲人 说出了小市民的心声 重废炎高官 不遵守SOP 真的不值得 可怜 实在大快人心 好 不是问题 好了 我们直播差不多时间了 我们把最后 总结的 最重要的时刻 交给我们的陈哥 陈哥来 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就完结今天的直播了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这一次的守卫 MCO 有57%的冷住 所注定的 这个MCO会失败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 有一个觉悟 就是什么是新常态 就是我们现在 出去做工 出去社会 OK 出去的时候 真的是以病毒共存 OK 病毒就在我们周围 我们不能靠政府 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OK 自己制定自己 一个属于自己的SOP 更严格的SOP OK 不要靠政府 靠我们自己 OK 戴口罩 没有事情 真的是necessary 你才出去 吃东西 什么东西 打包 回来 就是这样子 FOOSTOP OK 不要靠政府 OK 政府帮不上什么忙 OK 我们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有一个觉悟 就是病毒现在 是跟我们一起的 OK 我们自己 GITTER 加个GITTER 同一生 好 谢谢诚哥 最后的总结 我们有什么好补充 诚哥说得非常非常好 说尽我的心坎里 大家真的要自己照顾自己 不要奢望这个无能的政府 更不要奢望这个无能的反对党 我们给他太多希望 像我自己给了他选票 还帮他们站台 还帮他们筹块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生气 一直要比这个手势的原因 真的很生气 好 我们直播就到这里 最后再呼吁大家 记得帮我们点赞 分享这个直播 这个直播不会被删除 如果被删除 就是三个字口的官 在做事了 在玩爷了 不然我们是不会删除 所以大家赶赶分享 转发 点赞 明天 今天没有看到的人 明天看后天看都可以 然后记得点赞 我们iLife4的专业 南洋三炮的专业 诚哥 诚诚专男的专业 还有当然我自己 翱翔天气的专业 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为止 1点10分 新生活报有下一个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转台 继续去支持下一个直播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也谢谢诚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